高速遭遇爆胎 武冈陆正热情救助 感谢你们 感谢邵阳陆正 要不是你们热情的帮忙 我还不知道要搞到什么时候 驾驶员紧紧握住满头大寒的陆正队员彭浩伟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9月5日16时许 武冈陆正大队巡察人员彭浩伟 黄荣良巡察至湖北高速2024千米150米安北往南方向处 一遇S牌照商务车停留在应急车道上 陆正同志 刚才我车爆胎了 还好人没事 刚车辆行驶中 突然听到剧烈的爆炸声 紧接着方向盘不停地摇晃 车辆也偏向左侧行驶 设置完警示区域后 陆正队员再次上前查看 只见驾驶员双手颤抖着拿套筒十分吃力地拆卸车胎螺母 队员彭浩伟见状立即上前帮其拆卸轮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